今年以来 我是以百亿骨干企业为依托 积极打造千亿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以山东林宫 利士德 山仲建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初具规模 在全国产销普遍下滑的形势下 我是工程机械产业加大研发力度 积攒技术储备 一批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陆续下线 给当前低迷的市场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我现在是在利士德的产品汽车厂 我身后的日台就是刚刚下线的76吨吉利亚挖掘机 如此庞大的机器在市车员王飞的操作下 变得如此的灵活自如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专业市车员的工作与生活 挖掘机在王飞的操作下 抖壁上下翻飞 一动下去 书邦沙土就被轻松挖起 沙土从高空落下的巨大冲击力 让整个大地都感到震颤 测试完挖沙 挖掘机又转起圈跳起了华尔兹 但就在记者看得过瘾的时候 机械却突然停了下来 王飞刚进起夜时 只是车间的一名普通装配工 但他特别善于学习 并练就了通过声音 查找机械故障的绝活 很快他就被从原来的岗位上 挑选出来当了一名试车员 一台车一天需要检查三遍 我们试车员 不光光是在车上试车 做着动作上玩的 试车只是一个开始 更重要的任务是查找机械存在的毛病 王飞一会钻到车底 一会爬到车上 全车每个容易松动的螺丝和油压接口 都要查到 不知不觉遇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今天上午算检查完了吗 还没有 就是说这种大型挖掘机 因为要求都比较高 检查的非常细致 就是说吃完饭之后 我们还要继续继续干 就是平常小的那种挖掘机 我们一天能检查两台 这种大的我们一天也就检查一台 要求非常高 王飞告诉我们 这样一台挖掘机的价格 差不多是普通挖掘机的六倍 技术含量高 市场潜力大 为了确保投入市场后一炮打响 试车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每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虽然试车工作很劳累 但每次有新产品出来 王飞的心情都会格外兴奋 特别是面对当前的市场行情 新产品就会意味着新市场 新市场就意味着企业发展的新希望 说起正在试车的这台巨无霸 王飞很骄傲 我们这标志 标志是760 如果说普通挖掘机是宝马的话 我们这台车是宝马中的760 直到下午4点 王飞才熄灭了发动机 从挖掘机上走下来 经过一天的检测 现在这台挖掘机就可以交付给客户了 但王飞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说近年来由于受市场的倒逼 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品开发步伐不断加快 给试车员这一行当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特别是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企业对技术创新更加重视 与时俱进已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是对每个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 不适应市场 结果就要被市场淘汰掉 作为一名九零户 公司把我安排到治检的最后一道关口 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以后的学习 在以后的工程当中 还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药物水平 做一名有移技之长的技术工人 在中国的农水平 它是调查射程中 搞到一切的地方 你还应该试试 能不能逮换